依照中选会的选霸法规定 在倒数十天以内呢 就不能够公布任何的民调数字 结果呢 昨天就是倒数十天啊 马总统在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上面呢 就脱口说出了民调的数字 但是他说的是前一天的民调 也就是倒数十一天的民调 这样子有没有触法的疑虑呢 国民党秘书长詹春博 代替马主席发表声明说 愿意向社会大众道歉 对于中选会可能会进行财阀 马英九也表示会接受 选前十天马主席竟然还开口讲民调 连媒体都要消音处理 就怕违反选霸法 吕国华选情崩到连马英九都紧张 但话一出口也收不回来了 不想再以总统身份回答党务问题 避免党政不分 马总统其实早就拜托国民党秘书长詹春博 代替发言 马主席深感不安 认为有必要向社会大众表达歉意 并且不论选委会对于这件事情是否维法的认定 结果如何 马主席与本党都会接受 认错不拖泥带水 从邱静纯自己人管自己人失言 到马主席宜然报民调处罚 两个国民党关键选区 亦有失血的可能 蓝军马上启动超级血小板战术 明快道歉 避免选票流失 终点凶灵节绿桥 特别报道